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封建帝王时代 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拥有着令天下女子厌见不已的地位和尊严 在常人看来 当上皇后该是一件多么幸福和荣耀的事情 然而现实却往往没有这么美好 有时恰恰相反 非常之残酷 家境皇帝诸侯从继位之后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 她先后策略过三位皇后 陈皇后 张皇后和方皇后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 这三位皇后的命运结局都非常悲惨 他们的离奇死亡经历 也引起了世人的无尽猜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他们人生的悲惨落幕 皇帝诸侯从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厦门大学傅晓凡教授 带您步驻大明王朝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结论 大明一案下不知 嘉庆皇后死因之谜 大明王朝第十一任皇帝 世宗诸侯聪在位四十五年 那么在他当皇帝的前十三年呢 先后立了三位皇后 他们分别是陈皇后 张皇后和方皇后 可是这三位皇后呢 不是被废 就是死于非命 这在明朝历史上 甚至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也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那么就要问了 这三位皇后 究竟为什么被废 而且死于非命呢 对于这个问题啊 大家众说纷纭 莫中于世 成为大明王朝一个难解的谜 今天我们就试着解开这个谜团 要想解开这个谜团呢 我们就先从 世宗诸侯聪的原配夫人 陈皇后的死说起 大明王朝家境七年 即一五二九年的三月 刚刚开车 世宗诸侯聪啊 带着他呢 身怀六甲的夫人陈皇后 来到御花园 赏花品茶 旁边呢 是这个 一个姓张的顺妃 在给皇帝和皇后进茶 当张顺妃把茶端给皇帝的时候 这世宗皇帝就看这个张顺妃的手啊 长得特别好看 这情不自禁的呢 就抚摸了一下张顺妃的手 这按理说呀 皇帝爱抚妃子 那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坐在一旁的陈皇后 是醋意大发 将手中的茶杯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这茶杯摔碎的声音 惊动了皇帝 这诸侯聪是勃然大怒 是大发雷霆啊 陈皇后没料到皇帝如此震怒啊 惊恐之中 当时就流产了 不久就告别了人世 因此有人说呀 那陈皇后啊 是由于受惊吓流产而死 可是还有人说 陈皇后是因病而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 陈皇后由于受了屈辱 心中郁闷而死 那么陈皇后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为了讲清楚陈皇后的死因 我们就得先说说陈皇后这个人了 陈皇后单字一个连叫陈连 是北直立元城 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明县人 据说这陈皇后啊 长得非常漂亮 可以说是国色天香啊 那么陈连当选为皇后 不仅仅是因为她天生丽质 还因为她出身苏乡文帝 说陈连的父亲叫陈万言 是元城县县学教授 也就是县级官学的老师 这个陈万言啊 打小就表现出超人的禀赋 非常的聪明 可是不知为什么 参加科举却屡试不重 直到五十岁 才勉强考了个生员 也就是秀才 虽然这陈万言 科举考试这个不顺利 但是他毕竟是个读书人啊 所以陈连在自己父亲的影响之下 知书达理是温文尔雅 由于陈连知书达理温文尔雅 所以他嫁给皇帝 立为皇后之后 再加上二人正值青春年少 这年轻的夫妻啊 过了一段相当美满甜蜜的夫妻生活 由于世宗诸侯聪 对这段婚姻很满意 所以呢 就把那个陈连的父亲陈万言啊 从一个普通的生员 直接提拔为红卢四卿 就是朝廷专门主管 朝会祭祀等事务的官员 官居四品 不久又把陈万言提拔为 中军都督府同支 相当于现在大军区的副司令了 又过了不久 又封陈万言为侯爵 在皇帝诸后聪的宠幸之下 这个陈万言啊 变得骄狂起来 居然纵容佳人 打人致死 当地官府将凶手抓纳归案 可是这个世宗朱后聪呢 却下令放人 阎官们纷纷上书批评皇帝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杀人偿命不能有例外 可是朱后聪根本不予理睬 这陈万言这圣人书算是白读了 犯了政治爆发户 贪婪必俗是仗势欺人的通病 那么皇帝诸后聪如此的袒护这个陈万言 不惜寻死亡法 说明什么 说明皇帝对这段婚姻非常满意 很在意这个陈皇后 否则就不会袒护他的父亲陈万言了 可是 嘉靖年间 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就直接影响了皇帝诸后聪和陈皇后的夫妻感情 什么事件呢 这就是嘉靖年间著名的义礼之争 这护理派的大臣以抗议皇帝不遵守组制为由 在这个左顺门前 以贵窟的方式 向皇帝抗议 这诸后聪啊 反复劝说无效之后 和令对这些闹事的大臣 一律给以仗则 哎呦 这帮的文臣啊 被打得皮开肉 战是血流满地啊 台回家中不至身亡的有十七八位 带头闹事的大臣 直接发配到云南充军去了 这就是嘉靖年间著名的左顺门血案 陈皇后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 就委婉的对皇帝说 陛下呀 责罚大臣有很多办法 为什么用仗则的方式 不给大臣们留一点面子呢 皇帝听这话就火了 你懂什么 这帮人就是自以为是 我就用仗则的方式 给他以警示 朝廷中的争论 你跟女流之辈需要多言 人们可能会有疑问啊 陈皇后说的很有道理 那你说这诸后聪 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 据我分析啊 是因为陈皇后触犯了 皇帝诸后聪的底线 什么底线呢 就是后妃不能干政 正是因为陈皇后的言论 涉嫌后妃干政 触犯了皇帝的底线 从此 世纵诸后聪 对陈皇后就开始冷落了 也许因为皇帝对皇后冷落了 这夫妻结婚这么多年 就一直没有生儿与女啊 有一天皇帝诸后聪啊 就问他身边最宠幸的一位道士 叫少元杰说 说朕正直壮年 怎么一直没有子嗣出生呢 少元杰说 陛下 天为阳 地为银 天地相合 万物生长 皇帝为天 皇后为地 天地相合 皇子乃生啊 陛下 只要你多识恩责于皇后 也一定会有皇子诞生的 皇帝听这话有道理 从此呢 又开始经常来到 陈皇后的寝宫中 陈皇后一见皇帝回心转意了 大喜过望 小心伺候 生怕再惹龙颜不悦 再度失去恩宠 受到冷落 家境六年级公元1528年的秋天 皇后怀孕了 哎呀 这朱后聪高兴的 结婚六年了 终于可以当父亲了 家境七年 三月开春 皇帝朱后聪就陪着身怀六甲的陈皇后 来到御花园赏花喝茶 当时旁边是这个张顺飞在伺候着净茶 当张顺飞把茶端给皇帝的时候 皇帝就发现这张顺飞的手长得真好看 先是目不转睛地看 然后又情不自禁地抚摸 这下坐在一边的陈皇后 醋意大发 将手中的茶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大家有不解啊 前面你说这陈皇后是知书达理 温文尔雅 怎么会有这样的失态的表现呢 我分析啊 陈皇后之所以失态 有三个原因 第一啊 这些女人怀孕 妊娠反应 会使得她情绪烦躁失去耐心 第二呢 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忍受自己的丈夫 当着自己的面和别的女人调情 第三 陈皇后认为我怀了龙肿 你皇帝得让我几分 结果 让陈皇后万万没料到的是 皇帝大发雷霆 勃然大怒 皇后惊恐之中流产 不久崩世了 因此人们就说 这个陈皇后啊 就是因为受了惊吓流产而死 陈皇后意外身亡 世人震惊 究竟是谁导致了她的离奇死亡 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隐秘呢 系列节目 大明一案 下目之 家境皇后死因之谜 陈皇后的死 似乎主要原因在于她自己 作为已经怀上龙肿的大明皇后 理应照顾好胎儿 时时处处被加小心才对 绝不能因为儿女私情滥发脾气 然而对于陈皇后因为受到惊吓而导致流产死亡的说法 有人却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那么这个人是谁 在她看来 陈皇后死亡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他叫杨一青 杨一青是明朝的重臣 为官五十多年 官居内阁首府 号称是四朝元老 杨一青这个人 学识渊博能谋善断 就是他曾经对那个世宗诸侯聪说 皇后自春患病至今未遇 近日加重恐至大故 意思是皇后自春天以来一直生病 病越来越重 怎么这也不好 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 杨一青说完这话不久 这陈皇后就崩世了 可是有问题 这个陈皇后流产是三月份 陈皇后崩世是当年的十月 之间相差半年 所以有人就说陈皇后之死与流产无关 但是有人马上反驳说 陈皇后之死虽然是半年之后 但是她得病却是春天因为流产 也就是说陈皇后之死与流产密切相关 可是杨一青却只说皇后自春患病 既没有提皇后怀孕 也没有提皇后流产 那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这陈皇后究竟怀没怀孕呢 如果陈皇后怀孕了 那么她的死就有可能与流产有关 如果陈皇后没有怀孕 那她的死就另有原因了 这就引出陈皇后之死的第三种说法 说陈皇后由于受了屈辱 心中郁梦而死 虽然各种明朝史料记载 陈皇后的死因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 哪一点呢 就是这皇帝诸后聪 对这陈皇后是十分的不满意 他们夫妻二人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这皇帝对皇后的这个家人的态度 也完全变了 比如有一天 就是陈皇后去世的前半个月 陈皇后的父亲陈万言 听说自己女儿病了 就给皇帝上奏章 请求皇帝批准去看望女儿 皇帝诸后聪不但不答应 而且把他岳父的奏章丢给众位大臣说 我对这家亲戚 自古以来没有比我更好的了 他想进宫探望女儿是假 他想进宫探望我的虚实 我要让他进宫就上他的当了 皇后说老婆 宫里有这么好的药 这么多的好医生 都看不好他的病 他进宫一看就能好吗 就这样 这陈皇后自生病到死 就没有见到他的家人一面 由于皇帝诸后聪对陈皇后如此绝情 所以关于陈皇后之死 就有了另一种说法 什么说法呢 是说呀 这个皇帝啊 情不自禁抚摸了张顺飞的手之后 陈皇后猝意大发 把杯子摔在地上 这个皇帝诸后聪 大发雷霆 站起身来 朝着陈皇后怀孕的肚子狠狠的就是一脚 结果当时就流产 不久就崩世了 可是我便查名史材料 找不到这一脚的出处 这很可能是民间传说 可是这民间传说实在不合情理啊 为什么呢 想想看 皇帝诸后松和陈皇后结婚快六年 他有了第一个孩子 诸后松马上就要当父亲了 他怎么可能踢出这致命的一脚呢 实在不合情理 不过我仔细分析和阅读相关史料发现 这皇帝诸后聪啊 很有可能踢出这一脚 这种事情放在别人身上 不可理解不可思议 但是放在或者是发生在 皇帝诸后松身上 就很有可能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有几个理由 理由一 皇帝诸后松早就想废了 陈皇后了 对 诸后松就说呀 正是因为陈皇后妒忌 所以我没有皇子出身 而且陈皇后不情愿 在那个奉天殿 给祖先行礼 我早就想废掉她 那么为什么没废呢 她自己解释说 就是因为我母亲反对啊 自打有婆媳关系以来 没有谁比得上 我母亲对她媳妇的爱了 我认为皇帝很有可能 踢出这一脚的第二个理由 诸后松给陈皇后封恶世 家境七年 也就是1529年的十月 陈皇后终于呀 在昆宁宫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享年只有22岁 皇帝听说皇后去世的消息之后 立刻下旨 三藏里一切从简 并且给陈皇后封了个嗜好 道陵 嗜好就是古人对死人的评价 而道陵的意思就是 令人悲哀的婚令 可见这诸后松对陈皇后 是何等的反感 我认为皇帝很有可能 踢出这一脚的第三个理由 这皇帝诸后松啊 认为这陈皇后啊 人品不好 就是当这陈皇后死了之后 皇帝和大臣们之间 讨论如何处理这个丧事的时候呀 这皇帝诸后松就说了 说陈皇后啊 长期正是卧病在床 没有办法尽妻子的责任 我并没有废掉她的意思 我只是向大家告知 其素无德行 至成私计 意思是啊 陈皇后一向德行不好 所以才得了这种病 诸后松 把陈皇后的病 归之于她的德行不好 这就不讲道理了 我认为皇帝很有可能 踢出了致命一脚的第四个理由 皇帝认为这个陈皇后 是个不祥之人 陈皇后崩世之后 中央大臣就上奏敦促皇帝 赶快策略新的皇后 以及早升出皇处来 可是这个皇帝诸后松回答说 太难了 我就怕再立一个不祥之人 那么皇帝诸后松 为什么认为这个陈皇后 是个不祥之人呢 她是这样解释的 宫中久物之父所专主 而为日夜言圣母 圣母谓之查尔 意思是后宫中有一个令人讨厌的女人 给她做的主 这个女人一天到晚在她母亲面前 说陈莲怎么好怎么好 我母亲就没有及时的识破 这个陈莲的为人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 这个女人就是张太后 她是世宗皇帝诸后聪的前任皇帝 五宗皇帝诸后赵的母亲 也就是世宗的皇伯母 虽然呢这个张太后力挺朱后聪 继位当皇帝 可是朱后聪对这个女人十分的反感 通过以上四个理由 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这个皇帝诸后聪对陈皇后 已经十分反感 甚至十分的憎恶 可是我认为 朱后聪在撒谎 凭什么说他撒谎呢 因为前面我们就讲过了 皇帝和陈皇后结婚之初 夫妻二人互相唱和 同友与愿 过了一段很甜美的生活 正是因为如此呢 她才袒护纵容 她的岳父陈万言 虽然中间啊 由于这个陈皇后 触犯了她的后非不能干政的这个底线 皇帝诸后聪冷落了陈皇后 可是后来经过道士 赵元杰的劝说 皇帝又恢复了对皇后的宠幸 并且使皇后怀了孕 家境七年的三月 夫妻二人在御花园赏花品茶 哪里有一点不满的样子呢 那么人们就要问了 朱后聪为什么要撒谎呢 一般而言呢 撒谎就想要掩饰什么 那皇帝想掩饰什么呢 我认为 皇帝朱后聪很可能 踢出了那致命的一脚 当他踢出这一脚的时候 皇后流产了 后来崩市了 这结果是灾难性的 皇帝肯定很后悔 但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误 就把全部责任推给了陈皇后 只要有罪 就在背后 甚至是死后 说陈皇后的坏话 要说人呐 闻过是非 这皇帝朱后聪算是登峰造极了 陈皇后去世两月之后 皇帝朱后聪给礼部下旨 立张顺飞为新的皇后 这张顺飞啊 就是当初 皇帝因为她手长得特别好看 抚摸了一下 引得陈皇后 醋意大发的那位张顺飞 大明王朝的后宫中 从来不军女人 陈皇后没了 在侧里一个就是 一般而言 但凡能为旋立为皇后的人 必定是深受皇帝宠幸的女子 诸后聪的新皇后张氏 就是这样的人 她知书达理 温文而养 一度深受皇帝朱后聪的宠爱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她的人生命运 很快就发生了转变 结局甚至比陈皇后还要惨 那么在张皇后的身上 又发生了什么离奇之事 她惹怒家境皇帝的真实原因 又是什么呢 有了陈皇后的前车之见 这张皇后啊 小心翼翼的服侍皇上 生怕惹得龙颜大怒 所以呢 二人的确过了一段 比较和睦的生活 可是有一天啊 皇帝和皇后之间的冲突 是突然爆发 怎么个情况呢 嘉境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1534年的征月 新春佳节 张皇后呢 就陪着皇帝朱后聪 喝酒庆贺 趁着皇帝高兴啊 张皇后就贴着丈夫的耳边 说了一些悄悄话 没说几句啊 这皇帝突然发火 和令 摘取皇后的凤冠 拔去皇后的外衣 然后亲手执鞭 对皇后进行毒打 皇帝亲手执鞭 鞭打皇后 这不但在大明皇朝历史上 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 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那么人们就要问了 这张皇后到底在皇帝耳边 说了什么话 惹得皇帝如此的大怒 居然用皮鞭 抽打自己的皇后呢 这就得从张太后说起了 这个张太后有个弟弟 叫张延龄 这个张延龄啊 是无恶不作 为非作歹 被人告上官府 后来刑部 以叛逆罪 判了死刑 张太后得知消息之后 就找皇帝诸后聪求情 被皇帝诸后聪拒绝了 这张太后啊 劈头散发 换上粗布衣 坐在草铺上 就要祈求皇帝啊 放他弟弟一马 这明显是在向皇帝示威啊 诸后聪当然不予理睬 这张太后 一看这皇帝不理他 就找到了张皇后 恳求张皇后 给皇帝美言几句 放他兄弟一马 张皇后看着张太后 这老泪纵横的样子 这心一软就答应了 正好碰上过年高兴 所以就在自己丈夫的耳边 悄悄地说 说陛下 您对张太后 是不是太寡情了 你看她披头散把 穿着粗衣坐在草铺上 人们会议论陛下您 寡恩不情啊 皇帝听这话就火了 她这样做就是向朕示威 不要理她 你难道也想替这个张延龄脱罪不成 张皇后说 我并不是想给张延龄脱罪 我是实在看张太后太可怜了 皇帝说 你要做好人就少管这种事 可是张皇后觉得三番五次 说服不了自己的丈夫呢 这心里就着急 这一着急这话就不好听了 张皇后说 按照国法 叛逆是要灭族的 张太后也姓张 莫非陛下也把他老人家推出去 一块斩了不成 哎呦 这话一说出口 这皇帝诸后松 蹦的就火了 她没想到张皇后会用这样的话来反驳她 于是喝令 把这个凤冠给我摘了 外衣给我脱了 拿着皮鞭就抽这个皇后 第二天 给礼部下旨 废了张皇后 理由是张皇后 不顺从 不尊敬皇帝 我早就期望她悔改 她就是不知悔改 然后又下令 把张皇后打入冷宫 人们就有点不解了 你说仅仅就是为了张太后 说了几句好话 至于用皮鞭抽打 然后废了这个 立了仅仅五年的这个皇后吗 所以有人解释说呀 这张皇后是触碰了 世宗皇帝诸后聪的底线 叫后妃不能干政 所以发火 可是我觉得未必如此 为什么呢 因为前任皇后也曾经触碰过 这个诸后聪的底线 虽然受了一段冷落之后 后来又恢复了感情 并且使皇后怀孕 那就说明 给张太后说情 只是诸后聪的一个借口 鞭打皇后 废了张皇后 另有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据我分析呀 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 张皇后对皇帝的有些做法表示不满 这个皇帝诸后聪 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呀 每次在祭祀的时候 就一定要模仿古人的礼节 让理官仔细查证 这古人的礼节 到底有什么样的细节 从仪式到形式 整整都要学古人的方式 每次祭祀呀 还要皇后陪同 穿着特制的古代礼服 而且呢 每年都要让皇后去 带着众位嫔妃 祭祀禅神 嘉靖九年 第一次祭祀禅神 张皇后啊 率领了众位嫔妃 来到了京城的北郊 开始祭祀禅神 禅神刚刚祭祀完呢 按照皇帝的指令 叫挖土 种植桑树 你说这帮子女人 什么时候干过这种活 正当张皇后 带着众位嫔妃们 挖坑栽树的时候 上天突然降下 飘泼大雨 一会儿这些嫔妃们 都浇得浑身湿透 满身泥浆石 狼狈不堪 这祭祀禅神的典礼 就草草收场了 张皇后由于 受了风寒而感冒发烧 过了很长时间 才得以康复 史料中虽然没有记载 张皇后对皇帝的不满 可是我仔细分析 几次祭祀禅神地点的变化 发现耐人寻味 怎么个耐人寻味呢 比如说 嘉靖九年 第一次祭祀禅神的地点 在京城北郊 嘉靖十年 地点改在西院 也就是紫金城和景山以西 一片皇家园林 嘉靖十一年 地点改在众位嫔妃们住的内院 嘉靖十二年 地点改在皇后的庭院 这种祭祀地点的游近极远的改变 一定与皇后受风寒感冒发烧有关 那么这种地点的游远极近 恰恰表达了皇后对这种事情的不情愿 不满意 同时也表现了皇帝对皇后的一步步的妥协 这种妥协就会一步步的积累不满 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会爆发 那么张皇后被废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张皇后讨厌道教 这皇帝诸后聪啊 特别的宠信道教 也特别信任一个道士叫少元杰 这少元杰想要后宫的嫔妃都信仰道教 就编了一本书叫《圣女训》 又说服皇帝诸后聪 让这些嫔妃们每三天听她讲一次经 不但听她讲经还设计了一整套的凡文儒节 这张皇后不但讨厌听她讲经 而且尤其讨厌这一套凡文儒节 于是张皇后就对皇帝说 陛下你别受这个少真人的猛骗 他设计这套根本是很荒唐的 这皇帝就不高兴了 你是国母你怎么能不带头呢 皇后说 我由于这个祭祀残身感冒发烧 到现在病还没好呢 我实在无法忍受听她讲经 遵守他们一套凡文儒节 求陛下开恩放过我 不要让我听她讲经了 皇帝听皇后这个态度 好吧 别人听就不听吧 我这人从来不强人所难 皇后一听皇帝这话 马上跪到叩头谢恩 虽然皇帝答应了皇后 不听这个讲经 可是皇后当面顶撞皇帝 这皇帝的心里一定不痛快 张皇后被费的第三个原因 皇后朝着皇帝发火 大家可能不信 皇后怎么敢朝皇帝发火呢 事情是这样 那年呢 正赶上朱后聪二十八岁的寿臣 这浙江有一位大臣呢 发现了十足奇异的灵芝 就把他运到北京 作为皇帝诞臣的这个寿礼 这朱后聪认为啊 这千年以上的灵芝啊 煮水喝有延年益寿的功效 所以就令人把这个灵芝煮成水 让张皇后服用 张皇后不敢不从啊 可是喝了这个灵芝水之后 这张皇后是上吐下泄 差点没要了命 这皇后积压了很久的怨气 一下就发出来了 就对这个皇帝说 陛下你总是相信这些奇谈外论 然后用臣妾做实验 我这条命啊 早晚被陛下折磨死 皇帝一听就不高兴了 这灵芝啊 千年灵芝啊 可是世间喊恶啊 喝下去会延年益寿的 你是没得福气享受 什么折磨你啊 可是这个 张皇后反驳说 既然是稀罕物 陛下您自己怎么不吃呢 显然你居心不良 天哪 这话都说出口了 皇帝当然不高兴了 所以当张皇后再度触碰 后妃不能干政的底线的时候 皇帝诸后聪 大发雷霆 和令摘去皇后的凤冠 扒去皇后的外衣 亲自用皮鞭抽打皇后 受了鞭持之后的张皇后被打入冷宫 在冷宫中被忧禁的张皇后 每天是以泪洗面 有一天听说这个皇帝诸后聪生病了 这个废后张氏啊 就以绝食的方式 祈祷他以自己的身体替代皇帝生病 皇帝诸后聪听说消息非常感动 但已经与世无补 三年之后 废后张氏在孤独和绝望中告别人世 从十五岁进京时 大明皇帝诸后聪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没有至高无上的皇权 自己就什么都不是 从崇拜权力到拥有权力 他实现了人生最为华丽的转变 如今皇权已经牢牢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 绝不允许任何人触碰到他 无论是朝廷重臣 还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都必须对他言听计从 从小就缺乏安全感的诸后聪 此时的心中只有他自己 虽然两位皇后先后逝去 但后宫女人还多得是 他言下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 就是尽快再立一位新皇后 那么这一次 诸后聪又会看中谁呢 家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534年的正月十五 皇内下旨立一个姓方的德平为第三任皇后 可是这位姓方的德平封平仅仅三年 就越过非直接破格晋升为皇后 真是平度轻云啊 而且侧封皇后的礼节非常的隆重 不但礼仪隆重 而且皇帝还下令所有的命妇 也就是那些达官贵人 接受过皇帝封号的女人们 通通到京城拜见皇后 礼仪也非常的隆重 远远超过了前两任皇后 那么人们会问 为什么立第三任皇后 一是这么隆重呢 我分析啊 一来呢 他是想避免说他 撤立皇后太草率 因为十三年内立了三个皇后啊 二来是掩盖自己对前两任皇后的无情无义啊 可是这位经过隆重仪式 策略的皇皇后命运如何呢 命运更加悲惨 加进二十六年纪公元一五四七年的某一天 皇皇后住的寝宫突然起火 太监马上请示皇帝 赶快派人救火呀 皇帝之后从冷冷的说 此乃天意随他去吧 旧的皇宫烧毁了 我再盖新的 就这样 皇帝诸后从任由方皇后被大火堵在寝宫里 活活烧死 皇帝诸后从为什么对方皇后是见此不就呢 这就得提一下一个姓曹的端妃了 这方皇后立为皇后之后不到两年 皇帝就开始冷落他了 为什么冷落他呢 因为皇帝又有心欢了 他又开始专宠一个姓曹的端妃 那么这个曹端妃有什么本事 这么快就获得了皇帝的专宠呢 这位曹端妃啊 姓曹明洛颖 不但天生丽质 而且富有诗书 因此深得皇帝诸后从的宠爱 方皇后虽然对曹端妃非常的记恨 但也无能为力 可是后宫中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 改变了这个状态 加进二十一年级公元一五四二年十一月的一天凌晨 一个失了宠的王宁平 挑唆十几个宫女 趁着皇帝朱后聪 在曹端妃的寝宫过夜 这个机会去刺杀皇帝 以达到嫁祸于人的目的 可是这帮子宫女杀人没经验 在勒皇帝的时候打了个死结 结果皇帝没被勒死 同时呢 这方皇后又及时赶到 这个皇帝呢 就幸免云难 这次刺杀皇帝未遂的事件 曹端妃根本不知情 可是方皇后由于记恨这个曹端妃 就趁皇帝没有苏醒 身体没有恢复的机会 就以皇帝在曹端妃寝宫过夜 他必然知情为理由 就把曹端妃王宁平和十几个宫女 一起凌迟处死了 皇帝诸后松了解了案情真相之后 碍于方皇后救了她的命 所以当时没有处置方皇后 可是五年之后的一天晚上 方皇后的寝宫突然起火 人们就对这个起火的原因 提出了怀疑 很有可能皇帝是命人放的火 所以皇帝见死不救 就是要除掉方皇后 为她宠爱的曹端妃报仇 通过以上三个皇后的悲惨命运 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说这诸后聪啊 无论在人品 心态 性格 等等方面 有着严重的缺陷和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某一位皇后犯了过失被废 还可以理解 可是三位皇后不是被废 就是死于非命 那你诸后聪就有问题了 那么要问了 诸后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缺陷和问题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呢 其一这个诸后聪 是由外藩进京 济皇帝位的 他没有受过严格的皇祖训练 再加上他父亲早逝 母亲溺爱 所以他的人格发展上 是不健全的 其二呢 手中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种权力 就使得本来不健全的人格 被扭曲了 所以这三位皇后的悲惨命运 既是皇帝诸后聪的责任 也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恶果 因此 那母仪天下 令很多女人所艳羡的皇后 她们的生活并不美满幸福 甚至比寻常百姓家的女人更悲惨 那么大明王朝还有什么遗案呢 我们以后再说